有人用摄像头拍摄到一些神奇的画面 这些画面让人想到了古老的怪兽 也会让人想到一些神奇的物理现象 这些画面都是什么呢? 它们又有哪些不可思议的地方呢? 本期视频探讨话题 摄像机捕捉到的不可思议的瞬间 洛汤鸡 有一只大公鸡 这只大公鸡居然站在电线上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天上突然开始降下了暴雨 而这只大公鸡就被淋成洛汤鸡 而且这只大公鸡似乎并不会找合适的地方避雨 它就这样站在电线上一动不动 建筑物 在美国有一个建筑物 这个高大的建筑物居然引来了一道闪电 这道闪电与建筑物的顶部进行接触的时候 摩擦出来了大量的火花 人们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恐怖 建筑工地 有两位挖掘机司机 这两位挖掘机司机的配合非常的默契 在上面的挖掘机司机把石头剥离下来 下面的挖掘机司机正好用挖掘机来把石头接住 神奇的石头房子 有一位野外冒险家 这位野外冒险家制作了一个石头房子 这个石头房子位于300米的高空中 当这位野外冒险家打开了门 从石头房子走出来之后 才发现他居然站在了一个石头雕塑上 神奇的书架 在日本有一个神奇的书架 这个书架看上去和普通的书架没什么不同 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 你就会发现每两本书之间有一个AI 立体人 这个AI立体人夹在两本书之间 看上去非常的可怜 猫咪 有一位美国人这位 美国人在自己的家中养了一只猫咪 这只猫咪看上去非常的凶猛 他与一只狗狗对峙了起来 并且这只猫咪还学习狗叫 这种神奇的动物的迷惑行为 让人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 神奇的方阵 在中国有一个学校 这个学校里面的学省 居然可以排列出来整齐的方阵 这个方阵一会儿变成圆形 一会儿分裂变成一朵花 人们觉得这种神奇的方阵 给人一种对称的美感 攀爬高手 有一名男子 这名男子拥有超级高超的攀爬能力 普通人根本无法爬上垂直的悬崖 但是这名男子就可以 他似乎非常的与众不同 很多人都觉得这位男子 一定是拥有了特异功能 直升飞机 有一名男子 这名男子打算从直升飞机 直接跳到一个小汽艇上 他居然成功了 而且轻松地落在了甲板上 这种直升飞机 与小汽艇之间的默契配合 让人觉得有一些匪夷所思